苏州从何来第二集第二集 大家好欢迎收看苏州的苏州 上一集我们说完了秦道西汉时期的苏州 这一时期的吴郡地区和后世有很大的区别 就是朝中吴仁 这一时期行有两位在历史上留名的苏州名士 严柱和朱买城 这两位在苏州也留下了两处地名 分别是吴江的严牧古镇和吴中藏书镇 但奇怪的是整个西汉朝廷吴郡地区的人士 始终没有踏入三宫 朱卿郡国首相这一列的高阶官职 这可以从三方面来说 西汉初年整个汉帝国实行郡国并行制 诸侯国依旧如同春秋时期享有高度的自治权 东南地区因吴王留比的经营 吴国成为了七王之乱中国里最强的诸侯国 这一地区的人才在吴国足以发挥才能 其次西汉京城长安为关中地区 这一地区的人才成为西汉朝廷主要的人才来源地 最后汉武帝开始实行独尊鲁树 骑辱地区的精学人才更加旺盛 而说到楚文化熏陶的吴帝 却是道家文化更加流行 虽然在文化上当时吴郡的影响力不足 但在经济上的影响力则开始显现 一则是吴王留比的两大支柱产业 主盐和野铜 大家知道在古代 盐业一直是官府专营的项目 无尽东岭大海租海水为石盐 成为了最重要的财水来源 另一项铜钱作为核心的流通货币 谁掌握了铜矿的开采权 也就相当于掌握了货币的发行权 所以太史共司马迁在《史记》或《直列传》中就说 东游海盐之傲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里 亦江东一都惠也 但随着西汉末年王莽改制的到来 吴帝也发生了重大的变迁 人才的涌入和地方士族的崛起 西汉末年从王莽篡位称帝到光吴帝留秀建立东汉 虽然只有十余年时间 但对于整个中国历史中的影响甚大 对于北方中原地区而言 地方豪门大族开始斩入头角 之后三国年间的尹川巡视 河内司马市、狼牙、诸葛市 都是东汉时期形成的 而部分北方人民则开始向南迁徙 则填充了无地的生产力 并带来了更为先进的矗立更作方式 第一季的时候我们说过 新秦时期苏州的农耕水道 依靠唐普田系统 但依旧采用人力更作 当时在苏州牛市作为祭神祭品 东汉著名宦官第五人在会计郡志无县为太守时 开始禁止杀牛祭祀 大力推广牛耕技术 因为逃避两汉之间战乱的北方民事 有不少逃难来到东南地区 例如刘夏举案奇美典故的梁虹夫妇就从浮风平陵来到了武帝 依附在世家旺族高伯通家中 如今苏州西中市的高桥 也就是传说中高伯通家的位置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苏州出土的汉部当中 同样也大量出土了各类古代生活的陪葬品 符合两汉时期誓死如是生的脏脏观念 这集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两汉时期苏州经历前期动荡后 得到了一波人才输送 之后就进入了三国时期 苏州第二次站上了中国历史最前沿的时刻 即将到来 我们下期继续 妙在苏州妙在苏州